整片鐵皮屋頂從天而降砸中路邊車輛 另一邊則是在滂沱大雨中突然爆出一聲巨響 一道閃電擊中變電箱 莫斯科受夏季風暴影響 接到一片汪洋 汽車卡在路中間 連地鐵入口也被水淹沒 強風暴雨 惡劣天氣 居然還看到有人直接游泳過馬路 另一邊德國西南部第六大臣斯图加特 同樣受大雨襲擊 城市歌劇院屋頂被吹掀 雨水直接灌入室內 事發當時還有250人在內欣賞表演 幸運無人傷亡 突如其來的淹大水民眾很無奈 只能盡速清理發生水禁的地區 而不過這幾天 亞洲的日本也是雨水豐沛 強隊流衛沖繩帶來大雨 南巴士等地民眾緊急撤離 日前氣象廳首次發布顯著大雨情報 連官房長官嘉誠盛信也都提醒民眾要小心提防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